Hello,大家好,我是多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苹果的勾制教程 我在苹果里面添加了很多的干花 马上就要圣诞节了 大家也可以勾制一款送给身边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 我们取出红色的毛线 将线缠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这边用到的是缓形起针法 取出勾针 我们将勾针穿过中指的线圈中 然后绕线带出 随后锁一针 紧接着我们穿过中指的两根线 绕线带出 我们来勾制一针短针 勾制完成之后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上 做一个记号扣的标记 好 紧接着我们继续穿过中指的线圈来勾制短针 和上一针的勾制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在中指的线圈中 一共是需要勾制六个长针 大家可以从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上数起 勾制满六针就可以 好 我们六个短针就勾制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个小微字都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最后一个短针的位置上 可以做一个记号扣的标记 好的 我们勾制完最后一针之后 做好标记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线头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 比较短的一个线头 我们将它拉紧 然后我们勾针到第一针的位置上 将记号扣取下 将勾针穿过 线头拉紧 接着我们来勾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的话就是将我们外边的这根线 绕线 带出带出针目之后 再从我们勾针上的线圈带出 这就是一针引拔针 好 第一圈勾置完成 我们锁一针 紧接着我们开始进行第二圈的勾置 第二圈的话 我们是勾置加针 首先我们先从勾置引拔针的针目穿过 同时呢 我们把线头放到勾针上方来藏一下线 我们先来勾一个短针 同时呢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上 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紧接着我们再穿过引拔针针目 也就穿过相同的针目 再来勾置一个短针 这个的话就是一针加针 紧接着穿过下个针目 我们再来勾置两个短针 也就是一个加针 随后继续 第三个针目继续穿过 在第三个针目中还是一样的 去勾置两个短针 重复 第四针 也是去勾置一组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第五针 也是一样的 勾置两个短针 最后一针也就是我们记号扣的这边 我们将记号扣去下 我们在最后一针的位置上 勾置一组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可以在最后一针的位置上 再去做一个记号扣的标记 那么我们这一排就变成了12个针目 随后呢 我们将第一针的记号扣 将第一针的记号扣取下 勾针穿过第一针的位置上 绕线 直接勾置引拔针 然后锁一针 我们开始进行第三圈的勾置 第三圈的话呢 首先我们是先来到第一个针目 也就是引拔针的针目 勾置一个短针 好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上 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随后我们来到第二针 我们来勾置一组加针 加针的话就是同一针目中 去勾置两个短针 第三针是一个短针 第四针是一个加针 加针的话就是在一个针目 勾两个短针 第五针一个短针 第六针一个加针 我们这一圈的规律的话 就是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大家一直按照这样的方法 勾置到我们最后一针的位置上 就可以了 好我们最后一针的位置上 应该是勾置一组加针 我们将记号扣取下 在同一针目中勾置两个短针 勾完之后 我们在最后一针的这个位置上 需要去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然后我们取下第一针 将勾针穿到第一针的针目中 勾置引拔针 然后锁一针 紧接着勾针穿过引拔针的针目 我们先来勾一个短针 注意勾的时候一定要慢慢勾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上 做一个记号扣的标记 第二针还是勾置一针短针 我们在第三针勾置一组加针 紧接着第四针和第五针 都是各勾置一针短针 第六针我们来勾置一组加针 我们这一圈的规律就是 每勾置两个短针之后 去勾置一针加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去一直勾置到最后一针的位置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三个针目 我们依然是勾置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这样的一个组合 最后一针就要靠的位置上 按照我们的规律勾下来 应该是一组加针 如果说大家发现勾到最后 针目是错误的 或者说针数是错误的 那肯定是我们前面的针目上 有勾错的 大家就需要检查一下了 紧接着我们还是穿过第一针的位置上 去勾引拔针 勾完引拔针之后 我们锁一针 接下来这一圈的话 首先第一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看到手尾中间的话 会有几个两个小的V字 这两个小V字是不用处理的 然后第二针 我们还是勾一个短针 第三针 我们这边的话 勾一个短针 然后紧接着 我们在第四针的位置上 将勾针穿过 我们需要勾置一组加针 我们这一圈的规律的话 就是每勾置三个短针之后 勾置一组加针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去重复的把这一圈勾置完成 好的 我们这一圈勾置完成之后 同样的还是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上 去进行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锁一针 接下来这一圈的规律的话 我们是勾置四个短针之后 勾置一组加针 首先第一针是短针 做好记号课的标记 第二针是一针短针 第三针是一针短针 第四针也是一针短针 然后我们这边四针勾置好之后 第五针我们是来勾置一组加针 加针就是需要在同一个针目中 去勾置两个短针 紧接着后边我们也是一样的 每勾置四个短针之后 来勾置一组加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圈勾置完成 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将第一针记号扣取下 重复每一排最后的一个动作 就是勾置引拔针 然后我们锁一针 接下来这一圈的规律 跟上一圈不一样的话 就是我们是勾置五个短针之后 去勾置一针的加针 首先还是第一针勾完短针 做第一针的标记 随后我们往后继续 第二针是一针短针 第三针勾针穿过勾短针 第四针勾置短针 第五针还是勾置一针短针 好五个短针就勾置完成了 我们在第六针上去勾置一组加针 后面就是一样的了 后面还是勾置五个短针之后 去勾置一组加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排勾置完成 教大家去数一下排数 我们这个排数是比较规律的 是一圈一圈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圈数去数 勾置到第几排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置第八排 从第八排到第十四排 我们都是勾置不加不减的短针 首先先勾引拔针 引拔针之后我们先锁一针 我们从第一针开始到最后一针 全部都是勾置不加不减的短针 也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中 去勾置一个短针就可以 这几排的勾置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去把它勾置完成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第十四排就勾置完成 并且已经完成了引拔 第十五排的话我们先锁一针 第十五排的勾置方法是 每勾置五个短针之后 需要去勾置一个减针 首先这是第一个短针 我们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好紧接着是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勾短针 第四针是勾短针 第五针勾置短针 然后我们开始勾置减针 减针的话我们就是将 第六和第七针合并为一针 首先勾针先穿过第六针 绕线带出 然后不处理 再穿过第七针 绕线带出不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将三个线圈带出 这就是一个减针 后面我们继续重复 向后我们先来勾五个短针 然后还是第六针穿入 第七针再穿入 绕线一次性再出 这就是一个减针 好大家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来把这一圈勾置完成 然后到最后还剩下两针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最后两针应该是勾置一组减针 记得我们要在最后一针上 做一个记号扣的标记 最后我们将第一针记号扣取下 我们来勾置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勾完之后 我们再锁一针 接下来这一圈的话 我们是勾置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也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中 去勾置一个短针就可以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行去把这一排勾置完成 这一排的勾置还是比较简单的 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在第一针的位置上 去勾置引拔针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锁一针 紧接着我们这一圈的规律的话 是每勾置四个短针之后 来勾置一组的减针 前四个我们先来勾置四个短针 第一针勾完之后 大家还是记得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好勾完四个短针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第五针 将勾针穿过绕线带出 再穿过我们第六针的位置上 绕线带出 然后再绕线一次性带出三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减针 紧接着我们再继续向后 勾置四个短针 好 四个短针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穿过后面两针 合并成一针 我们这一圈的规律 就是每勾置四个短针之后 勾置一个减针 大家自己勾置完成 勾完最后一针之后 我们还是将第一针的记号扣取下 然后穿过第一针的位置 勾置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锁一针 接下来这一圈的话 我们是每一个针目都去勾置一针短针 这一圈的勾置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自己去勾置完成就可以了 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在 第一针的位置上做好 记号扣的标记 如果说有经验的话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一圈剩下的部分 大家自己勾置完成就可以了 这一圈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是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上 勾置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锁一针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一圈的规律是 每勾置三个短针之后 来勾置一个简针 首先第一针短针勾好之后 新手记得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接下来第二针是一针短针 第三针是一针短针 第四针和第五针是合并为一针 勾置为一针减针 勾到最后的话呢 减针居多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勾 好这一圈的规律的话就是 每勾置三个短针之后 勾置一个简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去把这一圈勾置完成就可以了 勾置完成之后 第一针将胶扣取下 勾针穿过 我们来勾置一针一拔针 然后随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填充一下里面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把线拉长 拉得长一点 我们取出适当的填充棉还有针花 直接填充到我们的这个枝片 就是我们这个苹果的主体里面就可以 好首先底部的话呢 我们是先来填充棉 我们填充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再去填充针花的部分 大家在最初先不要填的太满 可以留一点点的空隙 因为后期我们还要收针 这个填充的话 大家自己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内容较长 剩余部分剑下期哦 我们下期间就 tang导回了 我们下期间就把线创丁花的地方 真的是送到的 那边就要吃点 摆开